西方史学史 孔多赛 驻人类精神进步 十表纲要 书中不仅展示了作者 对扼杀人类理性的专制主义 和愚民政策的强烈不满 也递戳孔多赛 那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 孔多赛在人类精神进步 十表纲要中提出了 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观念 18世纪启蒙思想家 一般把社会进步的原因 归之于理性 孔多赛的新贡献 在于不仅指出历史 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 也提出了科学 推动社会进步的作业观点 孔多赛重新知识的积累和增进 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甚至进而认为 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 孔多赛在书中 回顾了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 具体的论证